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坐吧 我早发现了 快坐 时间长了 坐就丢了 今天来的人可是很多 好开心 你也是 那就好 好 人心不知愁 夕阳西下水长流 将军战马今何在野草咸花 遍地愁 遍地愁 这个一般来说接不上来 应该不是你们常年听的那些 刚才那有人 似说似不说 嘀咕了一下 以后尽管大声的书 只要一说错了 我好耻笑你们 谢谢各位 这个说书是天底下最快乐的事情 尤其是 碰见头脾气的观众 发自肺腑的高兴 太完美 你慢说还挣钱 真的 花点钱我都乐意 都其实 好多朋友 别看戴着口罩 我认识你们 因为好多人 经常在棚里边伴随我一块成长 那会儿你们还都是小姑娘小小子呢 你看看你们现在一个个的样 一晃在棚里边说说也说了好多年了 其实这种传播的方式还是很好的 你说在剧场里演 比如德云社小剧场 那屋里起满坐满了也就是三百来人三四百人 人家有消仿的要求不允许 这不像当年 当年你看天前德云社那屋能做七八百人 那是什么年头了是吧 现在不允许 也对 注意消仿安全 尤其是百年老建筑 出点事了不得 大的剧场 像北京什么北展 什么这类的 两三千人也不是不能说 我也说过 但是 你说跟那连着干些天 一天说撒钟头 不老合适的 这个状态是最好的 通过现在网络 各种媒体 能传播的远一些 您住的云南 住的贵州 怎么能跑到北京听我说书来呢 是不是 您在家里边 甭管三千里地五千里地 抱个iPad 打个手机 你就能指着郭德纲骂 这个 很方便 很好 其实是观众的热情 非常打动 这些年来 我总结了一下 我其实就是 在跟人打交道的过程当中 逐渐地成长 因为什么呢 你要是老在家门口 天天见这六个人 这一辈子也就这样 我们这行人 从小走南闯北 为什么说不爱旅游 就是因为这个 咋小 十几岁哪都去 到现在 一说谁旅游去 我老觉得这怎么了这是 工作性质不一样吗 当然了 你出去确实 见着朋友也多 也挺可乐的 我老想就是 把那些乱七八糟事 好玩的事都记起来 你包括我们周边这些位助理 工作人员 包括出门 遇见的各种演出方 满处的奇闻异逝 那个比说相还好玩 我们都是通过这些个 才成长成今天这个状态 我印象很深 有年上山东资博演出去 说相去 落地之后人家来接我们 有一车 郭老师您坐这车吧 俞老师您坐那车吧 我坐这车 我打一上车 这司机兴奋的就不行了 开心哪 可以理解人家 跟人家讲过 听您相声 好谢谢谢谢 这说着高兴 说着说着他把手机掏出来了 你猜在谁在我车上 郭老师来接电话 接电话吧 他家里孩子 跟孩子说几句 他说拿个就打 这是我舅舅 打机场到酒店 我嗓子都快哑了 这一道我接了他八个电话 到酒店他恋恋不舍了呢 那意思还有好多人没来得及跟你通话 我说还会有机会的 印象特别深 还有一回也是初见出去 住某个酒店 咱别说哪了吧 住酒店也是 我刚到房间里时间不长 酒店的电话就响了 前台 我是我们这大唐经理 有一件紧急的事情需要向您汇报 我说这有什么可紧急的 我也不是什么领导 这来说相呢 就得跟您面谈 情况紧急 我说以为怎么了 您快来吧 一打开门 大唐经理带着六个人 我们得跟您照相 不是紧急情况吗 很急呀 他们都等不了了 他怕明日跟我说 不让他进来 还有一年在哈尔滨 哈尔滨演出也是住酒店 有时晚上演出 吃完中午饭 下午就躺一会儿 稍微午睡一会儿 我就记得那天 睡得迷迷糊糊 突然间一机灵 人这个第六感觉是很灵的 一睁眼 就床头里边 站着十多个工作人员 就是酒店的工作人员 都认识 都穿着制服呢 是大唐经理带着一帮人 郭老师太喜欢你了 照相吧 他有钥匙 你这玩意受不了 所以后来我们到哪去都提前说 不许私自打开客人房门 知道吗 进来之前跟我说一声 你这黑晶半夜谁受得了啊 您特别出去不会遇见这种事情 但对我们来说这个家常便饭 真的 这个人上一百行行甩甩 你走遍天下什么事情都会有 也挺好玩的 这其实是个学习的过程 你包括说三国 说三国我也是爱研究 故事没有什么可研究的 因为故事本身也是三国演义编的 它不是真实的历史 您别说弄本三国演义弄一电视剧 您就认为是真实历史 这不是 它本身也跟说书差不多 您要说看看三国志看看二十四史 还有的东西可能还是跟历史有关 但那也不是准确的 天下哪有准确的文字 只是说相对而言 咱们这回就是说三国的时候 我特别感慨 我特别同情一个人 整个三国演义我最同情就是汉宪帝 我也不知道哪位认识汉宪帝 京剧有一出叫《逍遥金》 前些日的麒麟巨社刚唱完 多可怜的一个皇帝 《逍遥金》 让人家给欺压成那个状态 汉宪帝的京剧是两出 前面这出叫《逍遥金》 后边到他上了岁数之后 还有一出 这出叫《寿善台》 也叫曹丕篡位 这都没什么人唱 就完整的表达了汉宪帝所受的委屈 汉宪帝这个经历 其实就告诉咱们 就不管你家里这个买卖 这个企业多大 只要是外人参股特别多的话 一定会换董事长的 你想这个道理去吧 万里山河都是他的 到最后自个说了不算 换董事长了 换的董总 要是董卓呀 董卓坏 而且关键他文武双全啊 这就厉害了 拿他的汉宪帝一笔 汉宪帝太可怜了 但是董卓这个上七天子 下压群臣 夜宿皇宫 我不坐 终于有人看不下去了 来了一个人要杀他 就是三国演义里边了不起的人物 曹操曹孟德 这个有名的张回叫做孟德献刀 你看这个道理啊 他献刀 刀得是宝刀 打王司徒王允家里拿出来的七宝刀 这口刀可不大 在所有的宝刀里边 按民间来说 这口刀是最短的了 但是上面箱着七种宝石 七宝刀 他拿这个去给董卓送去 侯侯人情 送别的 你送把扇子 送快醒目 那是刺我还行 到我这不敢用啊 这玩意儿 当然了 故事发展的没有这么顺利 真是到那去 孟德献刀 捕一刀 给董卓杀死了 那就完了 这故事就杀青了 所有演员大伙还一领盒饭一千字 把尾款结一下 这故事就完了 他不能这样 让董卓发现了 发现之后 那万幸曹操的命大 啊 反应也快 我这不是憋着杀 你 现刀 董卓也是一时糊涂就信了 正好赶上 有这宝马 刺你匹马 这回算得已了 槽上骑着马哈 壳 抛掉了 这回过头来 一琢磨这不对 啊 它是憋着弄死我呀 要早明白一会儿 这故事也杀青了 对吧 没有后不这些个 先班六大堆的 那肯定就是顺理成章 董卓一当皇上 就拉倒了 抓吧 抓曹操吧 画影图形 那个年头也不像现在似的 有监控有这有那个 什么都没有 什么叫大数据 他哪懂啊 画画呗 曹操长什么样 大概的模样如何如何 普天下 画影图形 城门口都贴满了 而且谁要是抓住了曹操 官封万户侯 并且赏黄金千两 按那个老乘来算 黄金千两 62斤 列位 62斤黄金 这打成戒指带 十个指头都得带满了 天天换花样 你也带不过来 你别说62斤黄金 给你62斤白菜也得吃俩月 也咽着口去了 对吧 普天下 要捉曹操 曹操害怕吗 能不害怕吗 你要说到后来 你想舞台上的形象 穿红蟒 戴相雕 相雕就是那黑帽子 两边有刺 那叫相雕 也叫相杀 曹操大白脸 戴一个 那胡子 我们叫黑满 你看那样的曹操 位极人臣 歇天子 以令诸侯 到那个状态的时候 他什么都不怕 为什么呢 天下都是人家呢 雄兵千万 战将多少员 有什么可怕的 不怕 但这会儿 积极如丧家之犬 惶惶似漏网之鱼 没有不害怕 你别听那个 老话说的对 人心似铁 非似铁 官法如庐 真如庐 我小的时候 你看我父亲是警察 老警察 小的时候 那会儿 我妈身体不好 我爸带着我值班去 老在拍摄所住着 我经常看见那个刺一身花 脸上都刺的花 各式各样的 只要弄进来 往那一放 当时就特别踏实 你说这个玩儿 小人知法不知恩 没有那个 这真横成什么样 咱不能说没有 反正一万个人里边有一个 总的来说不会 曹操很害怕 心里也想的多 你看我一时猛撞 第一 我对不起王司徒 王司徒这口宝刀 人家祖传十二辈的 让我给遭进了 线刀 结果真线了 他就留下了 他留下我得跑 对不起王允 人家也重视相托 这么大的事情拖在我的身上 我保不齐还连累人家 万一人家一查这事 捣来捣去 捣出来 我的幕后支持者就是王允 对不起彭 第二呢 对不起家人呢 曹操还有爸爸呢 还有一家人呢 我姥姥 我舅舅 二大爷 我们这些这怎么办呢 画影图形天下都知道 那家里人一定会知道啊 万一逮不着我 给我舅姥爷弄起来 怎么办呢 这么说比较通俗一点啊 第二是家人 第三就是我自身 本来我在这混得还不错 董卓对我挺好 虽然说他是个坏人 大奸臣 上七天子 下压群臣 危害百姓 霍乱朝纲 坏事做绝 但是人家对我好啊 拿我当心腹 谁说我在后边拿小刀啊 他会不会很丧心 哎呀 关键现如今这个状态 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有家难奔 有国难投 怎么办 只有一条道就是跑 往家里跑 跑回家去 我再说下一步 但现在按路线来说 眼前这个地儿过不去 哪啊 中猫县 他打这个 朝里边出来之后 其实在路上已经走了两三天了 大道上不能走啊 就跟现在似的 您各位比如谁哪位啊 投一个自行车的灵弹盖 啊 反正你跑吧 是不是 你不能上高速啊 高速有监控啊 你就得走底下 走小道 过村 走糊涂 这样你才能啊 跑半年 然后找一地儿 灵灵盖一卖 卖一毛五啊 我说这意思啊 所以说只能如此 眼前倒在中猫县 中猫县就这城门那儿 自个儿心说够呛 怎么呢 就人家那个兵跟着把守着 每一个人来都是 这儿 城墙上贴着花呢 啊 跟你对一对 哎呀 哎 一脑袋卷毛呢 过去 鱼大爷过城 反正你谁打这儿过 也得跟这画像对一对 曹操这会儿已经改换了衣裳了 你想啊 他打城里跑出来的时候 那会儿是做官的呀 现在换了一身做生意的衣服 那意思我是个买卖人 走到这儿了 哎 你看前面这几个 一个一个问得很细致 围着到他这儿了 过去吧 吼 曹操开心的 这是老天爷帮助我呀 往前一走 后边这兵喊前面这几个 给他捆上 他是曹操 怎么呢 跟画像一样 不用细看 就是他 马肩头拢二倍 拿绳子上上下下 给曹操捆上 曹操一看自己的状态心说 是不是快到五月节了呀 给我绑的跟粽子似的 拉拉扯扯 这位这是干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捆我 见太爷就知道了 我是做买卖的 这儿说没用 我父亲不担心 快去去去去去去 谁听你叨叨叨的 送到县衙门 有人就赶紧往里边去回 得跟县太爷说呀 中欧县的县太爷姓陈 叫陈宫 宫是宫廷的宫 自宫台 陈宫 有的人说陈宫是陈平的后代 陈平是汉朝的大政治家 帮助刘邦打了很多的胜仗 但这个不见于正史 也使传闻也很少 我们考证了一下 我不太相信这个 因为正史上没有记载说他是陈平的后代 另外陈平在汉朝的时候 虽然说足智多谋 很多胜仗是他打的 但是他自己都说 说我不会有后代的 为什么呢 因为陈平两军振钱 用那招太坏了 所以现在有一名词夸他 说这人多损呢 说的就是陈平 阴损歹毒坏 所以说他是汉朝的大阴谋家 他自己都说 说我干坏事干太多 我后代不会有的 所以说你要查正史的话 陈平确实在后边 没有多少年 他的后背儿孙也就都完了 这招就灭了 你要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说陈公是他的后代 不可信 不可信 当然我们有的说书先生人就愿意说是陈平的后代 因为打这一开始先介绍陈平 最起码能介绍俩中通 为了节省时间 我就不按照这个说了 我不承认 我不承认他是陈平的后代 当然你们要愿意听 有机会 我给你们讲讲陈平 那也是挺好玩 但跟这个书没有关系 陈公这个人挺好 确实也是文韬武略 爱国爱民 在中谋县这儿做县太爷 拆人打外边进来 启禀太爷 拿住了刺客曹操 您要是常听相声 或者常看京剧的时候就知道了 这个环节叫捉槽放槽 传统相声不有这个吗 拿住刺客曹操 说的就是这儿 这个相声里边唯独捉放槽 我没说过 我不喜欢 因为我觉得他没有嚷子 他还不像黄鹤楼或者什么的 那天演出在后台 在北展 我跟余老师们俩聊天 台上烧饼他们演这个黄鹤楼什么的 我们老哥俩和不聊 千哥就说了 说你看 越来越不爱演这个腿子活了 所谓腿子活就是俩说像咱俩唱个戏 把桌子往后一搭 搭出前后台来 你扮演谁 我扮演谁 俩人一个会的一个不会的 这种节目叫腿子活 说越来越不爱演这个腿子活了 我说那当然 因为腿子活本身是小孩活 你可记住了 说像是小孩 包菜名 八善品已经会了 接着再往下推进 可以了 上腿子 什么分合弯 黄鹤楼 是锻炼他们的表演 但是真上了岁数了 除非有的时候 有个展示 或者有什么机会 比如马老祖 马三立先生 安排一场黄鹤楼 让你们看看大家是怎么演绎的 除了这种情况之外 剩下一般来说到一定岁数的 或者有着人家到一定程度的演员 不爱动这个 小孩们折腾还好一点 几个腿子活里边 黄鹤楼还是不错的作品 其次分合弯 但是再往下剩下 不管是乌龙院 什么桌放槽 我不是特别喜欢 没有嚷子 所谓没有嚷子 就是没东西 愣来 这就不好玩了 今天 差人进来一禀报 说拿住了刺客曹操 陈宫一愣 万没想到在忠谋县 拿住了他 按当时的说法 管曹操就已经称呼为国贼 为什么呢 汉县帝只是一个符号 天下是董太师的 你要刺杀董太师 你这个罪关还小吗 所以说到处聊天都是 拿住了国贼 从这个角度出发 曹操也是能活下来 就是万幸了 拿住了 没想到 说在忠谋县拿住了 哎呀 为此人朝廷说了 要出黄金千两 而且能够官封万户侯 吩咐下去 邦点生堂 差人们出来准备好了 两边排班速立 钟某县陈宫转平封入座 吩咐一声 来呀 带人犯 说带人犯 游打底下 就把曹操推上来了 来个堂这 利而不贵 陈宫台瞧了瞧他 点了点头 心说呀 是个汉子 怎么呢 在这个堂上 他是有威的 为什么说过去 您看电视剧吧 你看电影 犯人一上来 你看他堂上 哎呦 还拿这个手里那水火棍 为什么呀 第一是给老爷助威 第二就是吓唬人犯 一到这个环境 你就害怕了 老爷审案子要跟火锅成 那成不了了 对吧 来火锅 四盘羊肉 老爷坐这 你坐那 来来来 我敬你呗 我伸你点 到底人是不是你杀的呀 那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最后得把老爷抓起来呀 环境很重要 一上堂来 老爷坐好了 堂上没有聊天的 聊天天 胡说八道 都没有 老爷正金威宿 两旁边拆人 如狼似虎 就这个环境下 你心里就得突突一下 但是今天你看 曹子站在这 面如止水 这个水啊 拿风一吹啊 它会动 但今天这个水瓶都没动 定止 停止的水 说心里边啊 盯了光浪 那是他的事 但最起码脸上 让你看着 我没有害怕 这就不容易 啊 陈公点点头 心说 这个人有点意思 嗯 姓什么叫什么呀 跟大人回 小人 父姓黄埔 单字名松 我叫黄埔松 别的个瞎话 黄埔松 老大人乐了 很欣赏他这种啊 说瞎话不眨面的状态 叫什么 跟大人的回忆 我叫黄埔松 叫什么 曹子新说大人耳朵不好是怎么着 嗯 小人 黄埔松 好好好 做何生理呀 我是个买卖人 哈哈哈哈 好你胆大的曹操 说出来了 你甭弄那个 管你黄埔松黄埔草的 是吧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 你就是曹操 啊 大人此言何意呀 你说的是什么呀 你说错了 你认错人了吧 这意思啊 慌吗 慌 那能不慌吗 对不对 慌也得忍着 大人这什么意思呢 陈公差点露出声来啊 想当初我在洛阳求官的时候 我见过你 嗯 过去那官谁得满出去啊 拜见上司啊 或者怎样的 我见过你啊 你看看你这一张面皮 与画图之上一般无二 第一我见过你 第二天下那个贴那个传单 你跟那一模一样啊 你还有什么可解释的吗 大人 你错认了 还矫情呢 你错认了 哈哈哈哈 来呀 定走收监 什么意思啊 这跟你再说没有意义 把他先关起来吧 大人 拆什么过来 来来来来 这边两块来来来来来 把他就带下去了 像搁的监中呗 啊 来到这儿 像这种案子 他不可能跟那些人压在一起 偷自行车的 偷烟袋的 偷笔笔机的啊 打裙架的啊 土坛土人脸上的那个 那 你们大伙在一个屋 他这个不一样 他是政治犯呢 他哪能跟他们在一块 而且这是国家医药犯啊 自己单独有一个屋 把牢门打开了 进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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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了 有一小窗户 能看见外边的月色 但那窗户不大 不能让犯人从这儿能钻出去 这不行 跟在家里面落地大瓢窗似 这不行 好那大窗户是吧 你这是锁手 他咋这不出去了 小窗户自个儿坐在这儿 打这窗户往外看 看着月亮 一抖了手 完疗 可不完了呗 说不是没承认 没承认管什么用啊 不是说你不承认 这事就了了呀 对不对啊 怎么办 没有办 对不起王云 王大了说 对不起天下苍生 我当时如果动作再快一些 一刀下去 天下太平了 这回他给我一刀 也天下太平了 对不起他 也对不起我父亲 我父亲为了我 投入多大精力 花了多少钱呢 现如今也不知道他老人家怎么样了 有没有受我的连累 哎呀 我的下场会是如何呢 想到这儿 机灵灵打一个冷战 心里不是滋味 怎么呢 他在朝里做官 他当然知道了 我的下场 最好 也就是唠一个斩首 这是最好的 斩 左边一个车 右边一个金 最早的时候 这个斩手 这个斩 其实是打腰那切 后来是把脑子剁下来都已经是高科技了 最早的时候就是打腰那灯剁开了 其实很痛苦 反应慢的半天再看点 那就很苦恼 很苦恼 为什么说这边是个金呢 你就知道当年砍人的时候是用斧子 斧子底下那字是个金 所以说咱们的斩是一个车一个金 人爬好了 咔嚓来一下子 哎呀 看来我曹梦德难逃一死啊 想我人活一世草木一秋 这一次也不错 为国为民 我是万古长青了 也不知道后世提到我的时候会怎么说 巴 坐在这一闭眼就等死 就这会儿工夫 哗咯咯咯咯 这牢门开了 一帮差人呼啦就进来了 曹操给你道歇 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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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